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4月7日 星期三 昨天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呢 给孟晚舟的案件带来了转机 有的时候啊 人算不如天算 有的时候毫无相关的两件事情呢 因为机缘巧合 能够发生联系 那现在呢 就有一件事情和孟晚舟这件事情呢 就发生了联系 它是什么事情呢 大家不知道 还记得不记得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2月6日 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 纽黑文市 发生了一个枪击的事件 几声枪响之后 人们就发现在一个路口 有一位小伙子就倒在了一辆车的旁边 身上呢 中了数枪 这个小伙子呢 我忘记了是当场已经死亡了 还是送到医院以后死亡了 反正是死亡了 那这个小伙子呢 是一个中国人 他叫蒋凯文 当我说中国人的时候呢 跟国籍无关 是指说是华裔 或者说华人 他在2月6日的时候呢 是26岁 他是情人节那一天出生的 所以呢 在过一个多星期 他就满27岁了 他当时呢 是耶鲁大学再读的一个硕士研究生 那这位小伙子呢 他是在美国出生的 在芝加哥长大 那他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呢 就入伍了西雅图美国陆军 当了一名坦克兵 退役之后呢 又加入了康涅狄格州的国民警卫队 是一位军官 他的军衔呢 是中尉 2019年 他就读于耶鲁大学 读环境科学 是一个硕士 一直到他被枪杀 那他在2月6日的时候 就在美国的街头 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件事情呢 警方很快就有了线索 应该说在第一天或第二天就有了线索 一般来说呢 警察破案呢 都有一些套路 看看有没有和谁有仇啊 有没有和谁有瓜葛呀 像这件事情呢 就发现 他在一个礼拜以前 他成功的向他的女友求婚 也就是说 一个礼拜以前 他和他的女友就变成了未婚妻和未婚夫 那警方呢 就还得到了一个信息 说在事发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酒店 说有一位小伙子呢 也是一位华人 订了那个酒店 入住了那个酒店 但是呢 并没有在里面睡觉 床啊什么都是完好无损的 那根据这个描述就发现 在那住酒店的那个小伙子 和这个蒋凯文是有交集的 在那住酒店的小伙子呢 叫潘晴轩 今年是29岁 他是1991年4月16日出生 那今天呢 是4月7日 也是再过一个多礼拜 他就该满30岁了 他是在中国上海出生的 2006年的时候呢 在他16岁的时候就到美国留学 16岁到美国留学呢 当然是上高中了 他就入读了马里兰州蒙哥马力郡 有一个著名的高中 叫武顿 这个高中呢 是中国人趋之若鹜的一个高中 里面中国人是非常的多 应该是一个名校 那果真是名校 他2009年毕业以后呢 就考入了麻省理工学院 很显然呢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了本科 读了硕士研究生 那事发的时候呢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个研究人员 是在读的博士 那可以说 这个蒋凯文和潘晴轩两个人 都属于学霸 属于高材生一级的 那他们两个有什么交集呢 警方很快就发现 根据一张公布的照片 这个潘晴轩呢 就和蒋凯文的未婚妻 他们两个在一次摇摆舞会上 在一张照片里面出现 在这照片里面呢 两个人是亲密交谈 所以警方就顺着这个思路 就觉得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仇杀 警方这个思路呢 是对的 但是呢 警方之后的这些做法呢 就很不得力 很愚蠢 很笨拙 那在2月6日的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 之后警方呢 也有了这么多的线索 但是警方呢 并没有控制这个潘晴轩 而这个潘晴轩 他在美国上了高中 上了本科 上了硕士 又上了博士 他已经取得了美国的身份 并且已经入了美国籍 他现在也已经是一个美国人了 而他的家人也在美国 你警方如果是已经掌握了这个人有嫌疑 你就应该把他们的家人也都监视起来 对吧 但是警方并没有 到2月11日的时候呢 有人就向警方报告 说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城市的街上 看到了一辆车里面 有潘晴轩和他的家人 那当然这个目击者呀 他看到了是看到了 当他向警察报告的时候呢 这辆车肯定都不知道开到哪去了 那警方就在第二天的时候 悬赏5000美元 要求群众举报潘晴轩的下落 那到16号的时候 仍然是没有他的下落 警方仍然找不到他 我觉得这警方是特别愚蠢了 那你这时候有人已经举报了说 他和他的家人在一个车里面 你还不赶紧去找他的家人呢 除非是家人和他在一个车里面之后呢 他们始终在一起就消失了 除非是这样的 那也有可能是这样吧 到16号的时候 警方仍然是没有得到他的下落 警方就把悬赏从5000提高到1万 之后呢 也没有进展 到26号的时候 警方就获得了逮捕令 有了逮捕令以后 警方就把这逮捕令就公布了 并且在全美国范围当中 搜捕这个潘晴轩 很显然到现在 美国的警方也并没有抓到这个潘晴轩 那昨天的时候呢 美国的警方接受了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 美国的警方就透露 现在潘晴轩很有可能已经离开了美国 而且这个目标呢 很有可能是逃回了中国 但是警方透露说 中国和美国现在关系并不好 而且中国和美国之间是没有引渡协议的 没有引渡协议这不是问题 关键是两个国家关系并不好 有的网友可能是说了 是不是要有引渡协议才可以办理引渡 没有引渡协议就不能引渡啊 不是这样的 如果有引渡协议的话呢 按照引渡协议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引渡程序 甭管对方愿意还是不愿意 就有引渡程序 但是如果没有引渡协议的话呢 就没有引渡程序可进入 就得自愿了 比如说这个人现在在中国 那你要想让中国把这个人交给你的话呢 你就得让中国愿意 中国不愿意的话 他可以不交给你的 就好像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没有引渡协议 所以呢 斯诺登现在还在俄罗斯 美国也没有办法 那美国和中国之间呢 就没有引渡协议 要想从中国把这个潘勤轩抓回到美国 就得看中国愿意不愿意了 那这个美国的警方呢 真的是很笨的 像这样的一个人哈 他是16岁来到美国的 他虽然说已经移民了 已经入得及了 那我就不知道他父母也入得及了吗 他就算是父母也入得及了 那他和中国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而且在以前有的是这样的例子 有一些人呢 就在美国犯了罪以后跑回中国 有的是这样的例子 尤其这些留学生 当潘勤轩的这个案件出了以后呢 美国掌握这些情况 就应该把所有的口案都封锁起来 就应该通知所有的口案 密切揭示看看 有没有潘勤轩以及他的家人啊 但是很显然 美国的警方没有做这项工作 起码这项工作他们没有做好 现在呢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潘勤轩 是不是已经离境 离境以后去了哪里 现在他们只能说 现在怀疑 有可能是离境 有可能是去了中国 但是这种可能性也挺大的 因为作为潘勤轩来说 以及他的家人来说 他得想一想 如果我待在美国的话 早晚有一天会被抓着的 那就不如跑回中国去 现实当中呢 也有很多人 我刚才说了 有很多人 在加拿大就发生了 几起留学生的恶性事件 然后到最后 这留学生你就找不着 很有可能他们就回了中国了 现在呢 潘勤轩很有可能就回了中国了 这是我前面说的 那潘勤轩和蒋凯文的这个案件 他本来和孟晚舟没有任何的关系 现在关系就来了 那现在据警方说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并不好 要想把潘勤轩抓回到美国的话 就得由国际刑警组织和美国国务院 来协助跟中国来办理这个引渡 那昨天 美国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 向全世界发出红通 红通大家应该是不陌生了 中国要抓捕那些贪官呀什么的 那些跑掉的贪官 都对他们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红通 全世界通缉 那现在呢 美国也对潘勤轩呢 发了红通 全世界通缉他 下一步 美国就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美国国务院 跟中国之间来交涉这个引渡问题 那中国的手上现在拿着一个美国要求引渡到美国的一个嫌犯 一个要犯 而两个国家之间没有引渡协议 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没有这个义务 这时候中国肯定就会提出条件了 现在孟晚舟在你们美国的手上 你把孟晚舟放了 我把这个人提交给你 中国肯定会提出这个条件 但是美国会不会答应 这就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 就是孟晚舟对于他们来说 有多重要 他想不想要孟晚舟 继续扣着孟晚舟把孟晚舟弄到美国去 这个意义有多大吗 其实让我看来 对于美国来说 把孟晚舟再弄到美国去审判啊 判刑入狱啊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呢 本来他们的目标也不是孟晚舟 本来他们的目标就是任正非 而且现在他们对华为的制裁 已经都达到了 他们想要的一个目的 再继续扣着孟晚舟 其实对于制裁华为 对于华为的生意啊 科技方面造成的伤害呢 也不会有帮助 所以我认为 孟晚舟对于美国来说 也不是那么的重要 但是话又说话了 这个潘晴轩对于美国来说重要吗 因为这个被害者蒋凯文 对于美国来说也不重要 那潘晴轩对于他们来说呢 其实也不重要 对于他们的意义呢 就是扩获这个案件 给社会一个交代 就是这么一个意义 没有其他的意义 更没有政治上的意义 所以如果说 拿孟晚舟来换这个潘晴轩 美国很有可能不会同意 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 就便宜了潘晴轩这小子 潘晴轩这小子呢 我认为应该受到惩罚 太狠毒了 为了一个女孩子 就把人家那么优秀的一个才子 给人家杀了 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个才子 对于说他一下子毁了两个人 毁了两个天才少年 就是他的这个头脑发热 就是他的不尊重生命 他不尊重人家薛凯文的生命 不尊重自己的生命 也不尊重他的家人 薛凯文的家人 这小子应该受到惩罚 作为中国来说 也应该把这小子交给美国 让他去受到法律应有的惩处 再说了 一个杀人犯 你给他留在中国的国土上 没准哪一天 他又酿成另外的一个惨祸呢 然后再说回来 关于孟晚舟的这件事情 如果说美国认为 孟晚舟在他们的手上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现在呢 就顺坡下驴 把孟晚舟就还给中国 那在这里面 里外不是人的 那就是加拿大了 加拿大在孟晚舟 这件事情上的做法呢 实在是不聪明 实在是为了美国得罪了中国 这个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一步一步的机会 加拿大全都失去 我认为在那19位前高官 向加拿大的总理 发出来那个公开信的时候 加拿大的总理就应该就事 就把孟晚舟放了 那是他的一个机会 如果那会儿他不放的话 因为那会儿毕竟是 美国很强硬啊 你得罪美国 你也得罪不起啊 尤其是川普 牙字必报 哪怕一句话 他就制裁你 那川普连任的势头 当时还特别的强劲 如果川普再连任 未来的四年 继续欺负加拿大 那加拿大的日子 真的是不好过 中国对于加拿大来说 虽然重要 但是美国对加拿大 更重要啊 所以说呢 在2020年 大约7月份的时候 那19位前高官 写的那个公开信 没有起到作用 还可以理解 但是到美国大选 结果出来之后 川普下台之前 当时我就提出来说 那是对加拿大来说 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那会儿把孟晚舟给放了 既缓和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又不得罪美国 因为川普马上要下台了呀 你根本就不得罪他 拜登上台之后 不会觉得 你加拿大 在川普临下台的时候 把他放了 是对拜登的一个得罪 不会 所以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可是加拿大也没有那么做 当时有的人说呢 加拿大会留着孟晚舟 给拜登送一个人情 让拜登做这好人 我当时就说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那是一个不定数 再说了 拜登就一定会放孟晚舟吗 也不一定啊 因为当欧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拜登是副总统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对华为进行打压了 所以拜登能有那种释放孟晚舟的那种主观故意吗 有那个意愿吗 我认为不见得 现在怎么样 果真验证了我的看法 加拿大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措施良机 如果说这一次 借美国要求中国引渡潘秦轩的这件事情 孟晚舟能够放回中国的话 加拿大真的是里外不知人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